《斩草除根》 《三十年彭定康樹,租移除》 《中国解禁后,特斯拉在港减价》 《首贵负资产,创二十年新高》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香港简讯》 我是叶晚峰 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1日星期三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前港督彭定康在1993年种植的一棵 垂叶荣因健康状况恶化 在近日遭到当局移除,引发外界关注 据官方解释,这棵树去年9月遭到台风 苏拉吹袭,之后就不断落叶 怀疑是受到真菌感染 近期健康急转植下 以频临死亡边缘 为保障公众安全,必须将它移除 Facebook专页《香港老美,老香港的美学》印记 提供照片可见 2021年垂叶荣曾经掌满绿叶 树观又大又浓密,街坊都会在树下乘凉 而今年3月29日拍摄的照片中,垂叶荣的主角 已经被蚕食涂空,出现真空化 被移除的垂叶荣位于在湾仔 庄士敦道和牢压道交界,和昌大压历史建筑物门外 据树上贴牌简介,这棵树叶荣在1993年1月13日 由彭定康亲手种植,在湾仔绿化计划下种植的第600棵树 至今已经压立在湾仔30年,事件引发网民热议 有网民说:"见树好似见人,现在这里连一棵树也留不住 也有网民怀疑,斩草除根,除恶无准 还有网民也说:"去值的勾当尽造啦,反正市民的心已经随树而去!" 时评人士冯熙乾在念书刹文说:"树木生病是可信的,但生病原因可以有很多 不见得都源自台风苏拉这种不可抗力 而若有人识心料理保养,枝叶修剪适可而止,这棵树未必就不可长寿一点 冯熙乾又指,一棵大树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强大的后盾,而是风雨的土壤 枝繁叶某的树有大而心的树月,任由树根部向四面八方延伸 吸收养分、水分,自然可以绝壮成长 一旦过度展伐,树月又不适时扩大,倒塌是完全可预见的 他感叹,这颗前朝隋叶蓉的命运和香港可以相似,正可谓是 皮脂不存,无章烟腹,树柔如此,人何以堪? 马斯克日前突然抵达中国访问,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及通过大数据安全审查 4月30日特斯拉宣布,即日起香港全系列车型价格下调 特斯拉表示,30日起香港全系列车型价格下调16000元,一换一计划后,价格更下调高达34400元 调整幅度达到9.4%,令Tesla电动车性价比更高,而且更容易被广泛消费者群接触,以推动大众转向使用电动车 特斯拉又透露,现时在香港设有77个超级充电站和139个公共目的地充电站 合共提供近1500个充电器,超级充电费用低至每公里三毫子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五,4月26日,结束访经行程 期后两天,马斯克,士仙号毛征兆突然搭私人飞机抵达中国访问,停留时间不到24小时 马斯克这次没有像以往先去上海,而是去了北京,当日还进入中南海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李强称特斯拉是中美贸易合作的成功范例 更强调中国市场始终向外资企业敞开,令各国企业安心,放心地投资中国 28日晚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发布通知称,以具汽车数据安全管理约干规定 包括特斯拉在来,比亚迪,理想,路德斯,合纵新能源,委来等6家企业的76款车型通过审查 马斯克访问期间,北京对特斯拉还有一个让步 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共官员和特斯拉说 他们已经初步批准他在中国推行的完全自动驾驶FSD 中共当局从之前对待特斯拉步步紧逼,到现在突然退让步,引发各界关注 时事评论员秦鹏在秦鹏观察中指出 中共当局优待特斯拉是要借此展示中共对外的开放,以吸引更多外资 同时进一部诱惑特斯拉等跨国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而缴纳其核心技术,共享更多有价值的数据 此外,中共此举亦是对美国、欧洲正在发起的贸易战进行政治反击 并试图这次全面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扶植起新的国际竞争能力 金融管理局30号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指 今年第一季末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中数 由去年第四季末的25,163宗增加至32,073宗,按季升幅27.4%,创20年新高 金管局表示,这些个案主要涉及银行职员的住屋按揭贷款或按揭保障计划的贷款 而这类贷款的按揭成数一般较高 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涉及金额由2023年第四季末的1313亿港元 增加至2024年第一季末的1653亿港元 其中无抵押部分的金额由2023年第四季末的73亿港元 增加至2024年第一季末的112亿港元 2024年第一季末拖欠三个月以上的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比率 由2023年第四季末的0.03%上升至2024年第一季末的0.06% 翻查资料,香港在2003年沙士疫情期间 全城负资产数字高达10万5千宗 未常还金额达到1,650亿元之巨 其后经济复苏,楼价上升,负资产中数逐步下滑 以去年底2万5千宗负资产计算以创近20年的新高 特首李家超同日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时 被问到如何看待市民结业潮 李家超称,如果市民经常沉聚在一些日常生活经常会见到的一些变化 加以夸大方式处理,并非最适合的方法 由此经济转型其中,行业更替必然会发生 呼吁市民说好香港故事 说只要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信心 才可以将香港发扬光大 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 更欢迎你转发 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 多谢收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